主席有请部长 陈伟好 部长早 在我国重返国际民航组织这件事情 我想我们努力了很多年 终于有所突破 那这个是在42年来 再度可以去参加联合国专门机构的邀请 所以我想这个在活路外交 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有看到绩效 那像这样的一个努力 部长可不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告诉我们的国人 我们外交部是怎么办到的 做了哪些方面的一个工作 非常谢谢委员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一定要强调说 我们这次能够去出席IQAO 这个国际民航组织的大会 那最主要的是着眼于专业 务实 有意义的参与 我想这也是我们国内民航界 特别是民航局 这个希望能够追求的这个目标 那可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国际的支持 当我们也希望两岸的关系和缓之后 大陆方面也能够有一些善意 但更重要的就是刚才委员提到 我们国内各界包括朝野 就多年来的努力 我们希望让国际听到我们的声音 那我觉得这些努力的汇聚起来 能够让IQAO 这是理事会的主席 愿意来提出这样的一个邀请 但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中国大陆方面是有一些善意出来 这个我们也表示说两岸关系和缓 事实上对我们的国际空间是有帮助的 这是一个整体的努力的一个 是我想部长在你这样短短几十秒钟 就提到这些文字报告 但其实事实上我们是做了相当相当多的人力的投注 我想这个要给外交部肯定 那当然这是就如你所说的 这是一个全国尤其像我们朝野都共同的期许 才能够这么和谐一致的达成这个目标 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这次只是有参加会议 但是并没有发言权 那刚刚我们的委员在咨询的时候 你也说还有很多要持续努力的部分 那我想请问一下 外交部如何协助我们的民航局 在这个IQAO的这个组织里头 可以发挥我们自己的一个专业跟这个影响和贡献度 那这个部分有什么计划 是 我跟委员报告 这次的这个IQAO的大会 其实所有的观察员也不能发言 因为这个是IQAO这次的这个 所定的这个规定 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出席IQAO大会 我们的待遇其实跟观察员的待遇是完全一样的 那因为观察员的身份它有一些限制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针对观察员 这个未来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做进一步的努力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国家 能够有一个共识 能够让我们成为IQAO的观察员 这样子的努力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下会朝哪几方面来着手 我想最重要的这次的这个大会里面我们还有其他相关的委员会 我们这个民航局还有他们各相关的主管事上都有去参加 我希望他们能够建立这个直接的联系也能够获得很多第一手的资讯 那接下来是让还有这个IQAO相关的这个会议跟活动包括区域性的包括亚太地区的会议跟机制 我们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参加 另外就是IQAO的理事会怎么样能够来参与这也是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 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平台 能够让我们的民航局能够跟其他的国家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直接联系 直接合作的一个管道 我想这是我们下一步的 这个方向都很正确也明确啦 但是做法尤其是平台里面的运作机制我觉得要顺畅 而且要有时效性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很多委员就对我们外交部里面要达成的任务 我们知道很艰巨 可是我们对这个时效或者是一个迅速的反应这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 那另外我在想针对一件本席是非常在意的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的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计划里头 这一次我们在甄选大战院校院青年访问团 然后产生了一个一秀大方的事情 就是把原住民文化符号物质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事情可能有些人不在意 但是对于我们要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 把文化带到国际去宣传交流的话 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的文化都搞不清楚 它怎么有资格可以代表我们国家 我想这个图片可以看一下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衣服乱穿 我们的原住民每一个族群的符号都有穿法 像阿美族她的少女 如果是一个很受到肯定 那个尊崇的少女 她的背带她是从右往左背 绝对不会从左往右背 从左往右的就是有犯罪 有错误 或者是有些社阶地位被族人不认可的 像这个守的签法 它是开展式 它怎么会是交叉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好像不足以为道的事情 但是把这样的一个文化物质 带到国际去代表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文化 我觉得是万万不可 这次真的是非常离谱 尤其我本人在第一时间 我们就请外交部来厘清 可是我们得到的答复 我觉得真的是很官方 譬如说日后将提醒各团 规划原住民或其他族群文化表演时 应先经相关政府机构 如原民会、客委会等去认可 我在想这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从你的这个经费这个解冻报告书里头 很清楚的在25页 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我们的审查 分初审、复审都是这个书面审查 然后要求他们可以来进行简报 当然计划可以写得很好 可是执行的时候 我觉得执行的时候就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没有做验收节目 我们其实应该是要有个好的制度 而不是把这件事情交给客委会、原民会去负责 这个验收的时候你可以聘请专家 但是怎么可以是突然之把这个业务交给别人呢 因为他用了我们多少经费 我们平均一年花了多少?八千万 在做这个国际青年的这个事务里头 那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回应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要审批 我们不是要走回头路 本来任何的表演 他就可以根植在文化符号 但是呢他可以创新 可是他在创新的时候 他不可以去物质 他可以把它转化运用 但是这种用这个在线的方式 缺失在线错误的方式 这就是绝对不可以 所以本席是认为要用制度的方式 而不是把这件事情交给其他部会 我觉得这个没有办法改善 我了解谢谢委员的指教 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检讨改进 这个现在我们国际青年交流 因为现在团队越来越多 相关的这个工作我们会继续来讲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的书面审查之后 在他要出国之前 你要有个节目的验收 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嘛 你这个钱补助经费怎么花 我们本来就要先经过验收 更何况是那么重要的 是的我们会来改进 尤其我觉得青年大使是外交的希望 今天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媒体也有转载一个新闻 然后青年外交是有效的外交之一 如果我们是把文化这样子 做一个这么草率的去带到友邦去的话 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尤其这是青年是代表我们国家 未来的希望 我们青年对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 这样怎么可以 是的 那另外我想广大新宇传事件 这件事情当然好像经过了几个月了 那好像我们社会 社会当然报道没有在这个持续去进行 但是有很多的国人还是持续在关注 尤其我们的四大诉求 在菲律宾方面的道歉 逞凶 赔偿 渔业谈判 合作 渔业合作这个部分 其实前三项基本上 我觉得外交部的努力 抵折冲 尤其是在那个事件发生时 我们的这个从一开始的因应 到最后现在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圆满 那我想受案个案的家属 以及社会也比较能够接纳了 可是对于渔业合作这件事情 我想这个时间已经超过四个月了 那在六月十四也只有一个预备会议 那也在这里只有针对一个 禁止对渔船使用武力 做成一份会议记录 可是这个记录就不等于是决议嘛 这件事情想请问一下 那个外交部我们是怎么样 继续来争取 然后互渔或者 我非常简单的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是全力的在追踪相关的事情 针对渔业合作的部分呢 我们上一次的这个预备会议之后 我们有一份这个会议的决议 那这个决议事实上双方面后来有透过换文 就表示要遵守 特别是要相互通报 不使用武力暴力 还有要尽速的释放这个人跟船 如果发生任何的渔船事件 所以最近有发生一次这个交罚事件 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所以我们有一位蔡波 蔡先生他就很快的就被放回来 那事情也就很顺利的处理 那我们现在双方面的下一个阶段的渔业会议 事实上都已经准备好 因为最近这个菲律宾因为南部有叛军的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的这个团还没有确定时间 我相信应该很快 准备的工作都已经完成 议程也都有 我们希望会尽快来举行下一阶段的渔业会谈 那渔业会谈呢 我们会来把这些相关的机制 双方合作的机制会建立起来 我相信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我可以再跟委员做一个说明 好 如果是这样 我就觉得针对我们四项的诉求 那外交部的表现 我们国人应该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更重要 就是可以把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果 能够让我们国人真的都非常的充分了解 即便报导 媒体报导并不再继续的一个做一个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个讯息 让我们所有的渔民这些都能够清楚了解 那最后呢 我想针对台湾书院 你的报告里头有说 我们的据点跟联络点 然后配合文化部的文化观点计划 来做这个台湾书院的这个推动 那我想请教 针对那个台湾奖学金跟台湾奖住金这个方案 在今年会有90名 这个获奖人来我们台湾注点 我想请问一下 他们来台湾注点是做些什么方面 拿的这些奖学金 是从事什么方面的一个实质的交流 或者是拜访 因为奖学金的部分 其实它最主要的 还是到我们各相关的大学 这个相关的这个科系 那注点的部分 我不是很明确 我是不是请 这个报告书有写 这个部分 主席也请允许一下 他稍微报告一下可以吗 好谢谢 报告委员 我们目前在台湾大概每年有90位的注点研究学者 就分散在各学书机构还有大学 从事有关于我们国家相关议题的研究 包括这个两岸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国际关系还有这个经济经贸还有文化艺术都有 这是做研究嘛 对对 助点研究 我们有没有趁着他们来台湾的时候在做研究的期间来安排实质的像软实力的展现 有没有 有我们每一年都有三四次的时间 利用这个相关的这个民俗季节我们都有 好有关这份报告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本期参考好不好 好谢谢 谢谢陈碧昂委员 等一下王委员问完以后我们休息十分钟